夏天是水果盛产的时节 水果也是我们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部分 吃哪些水果是有讲究的 吃的不恰当就会引起一些不舒服 我们中医认为水果也是有氏气五味的 氏气又称氏性 指寒、热、温、凉四种性质 西瓜是我们夏季的当季水果 能够清熟的生津止渴 在三福天吃一口冰镇西瓜 可以让我们神清气爽 但是对于脾胃虚寒的人来说 我们是不能够多吃的 多吃可能引起一个腹泻 或者是一个胃肠型的感冒 离性凉多时也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 对于脾胃虚寒的人应该少吃 对于刚生了小孩的产妇也不宜多吃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桃子 它胃肝酸、性温 除了具有生津润肠的功效 还可以补液气血、润肤色 但是桃子多时容易生累热 吃多了容易长痘痘 容易上火 葡萄、胃、甘酸跟桃子相似 也是具有液气补血 生津瘦肠的作用 吃多了也容易上火 给大家介绍一下里脂 它胃肝酸、性贫 具有生津液水解毒消臭的作用 但是里脂的果酸含量较高 多吃了会损伤脾胃 引起腐胀 尤其是儿童不应该多吃 我们可以根据自身的体质进行选择 体质是指我们身体的基本素质 是由先天的遗传和后天的养父决定的 我们的体质一共分为9种 除了平和质为正常体质 其他8种均为偏颇体质 气虚质表现为容易疲乏 容易出汗、容易头昏 那么我们气虚质的人 都要多吃樱桃、荔枝、葡萄、苹果 少吃一些含量的水果 比如说西瓜、梨、柿子 羊虚质的人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怕冷 手足不温、喜欢吃热的东西 喜欢过夏天、不喜欢过冬天 那么羊虚质的人就应该少吃寒冷的水果 比如说西瓜、香蕉、梨 多吃一些温馨的水果 比如说橘子、荔枝、龙眼 阴虚质是和羊虚质相对的 它表现为手足心热、口罩烟干 喜欢吃冷的、喜欢过冬天、不喜欢过夏天 阴虚质的人就要少吃荔枝、龙眼、葡萄 要多吃一些干凉的水果 比如说泥、桑胜、鼻气、皮疤 痰虱质的人体型一般比较肥胖 面部油脂较多 胸闷痰多容易困倦 对于痰虱质的人来说 就要少吃寒凉、干润的水果 比如说乌梅、西瓜、梨、香蕉 多吃一些苹果、橘子、葡萄等 湿热制的人容易油光满面 容易长错疮、粉刺、口干、口苦 适合吃一些干凉的水果 比如说西瓜、鼻涕、梨 少吃一些荔枝、龙眼 血液制表现为面色晦暗、容易生色斑 血液制的人群 多吃一些调畅气血作用的水果 比如说山楂、桃子、金桔、芒果 少吃一些收色寒凉的 比如说乌梅、四子、石柳等 气液制表现为烦闷不乐、心悸健忘 对于气液制的人群 以多食、金桔、柑桔、柚子 少吃一些收敛酸涉的食物 比如说石柳、乌梅、青梅 特饼制就是我们的过敏体制 对于我们的菠萝、芒果 这些致命的水果 我们的特饼制的人群就应该谨慎服用 值得一提的是 得了糖尿病可以吃水果吗? 其实只要糖尿病患者 血糖控制稳定 是可以适当吃水果的 糖尿病在我们中医认为是消渴 殷虚体质比较多 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些 伤肾、鼻气、皮疤等